台湾的盛产的水果 你要知道 有一位太太在台北 他先生 小三小四小五 甚至把小四 最漂亮的 最年轻的人 到回家说 老婆我今天带你回家去睡觉 你进你的房间睡觉 这个房间我跟小四小一起睡觉 请问有没有很可恶 招太套 这个台湾得到癌症 来跟我付出 我说家都吃凤梨 跟木瓜 他跟我讲什么 老师 我知道 因为医生叫我把他乳龙均掉 我不要 我会来找你 你告诉我 放你跟木瓜 那我知道了 我要回家了 那为什么 因为我娘家在哪里 屁股 屁股 屁股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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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再教出来一件事情 我说你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天天去摸音符摸高潮 有没有奇怪 老师你叫我摸音符摸高潮 天天摸 我说天天摸 尽量去叫 因为你还是放松高潮 变得很高